跟淳嘉好好的聊聊今天的這場比賽 在先輸掉的第一局的情況之下 當時心裡怎麼想 或者是教練團怎麼交代 就是穩穩的膽 然後把自己該做的做好 那從第二局其實你的進攻開始回穩了 那也不斷的幫助球隊得分 不管在打長的 那掉短的都有發揮 你自己覺得為什麼可以手感突然把它找回來 就是我慢慢去找到那個對手的防守站位 然後去做調動 所以你在打長的或打短的 你自己心裡面有自己先想法嗎 還是你在攻擊的瞬間才做出判斷 就是攻擊的時候會先去看對手的站位 然後再去自己再做那個攻擊的調動 那談一談在今年的登風造極好了 那其實前面打的不是很算 雖然有一些比賽是很焦灼 但是沒有辦法贏下這場球 那今天總算在勝場處排場 是不是讓大家的壓力稍微釋放一些 對 那教練有沒有給你們什麼樣的期待 在今年的這個比賽當中 就先穩穩的打 然後把老師教的做好就好 那全新的學年呢 因為總算大家也知道嘛 都是傳統的強隊 那新的學年有沒有什麼樣的目標 就是要拚冠軍 要拚冠軍 對 要把這個氣勢給拿出來 對 所以希望這個中山在今年 新的學年的HBL能夠越打越好 幸福傳家有一個好的成績 好 謝謝傳家來到我們主播台 接受訪問 那也請觀眾們上次